星光金董监市改选将会在6月9号登场 现在占星光金近两成股权的外资 传出将会力挺以吴东镜为首的公司派 而今天星光三月董事长吴东升 以及台新京董事长吴东亮 面对媒体的询问没有回应 外资他力挺公司派 您这边怎么看呢 董事长现在这个9号星光金的朋友 谢谢 改选有把握吗 星光金董监改选迫在媒体 对于媒体询问任何相关问题 站在改革派 也就是台新京董事长吴东亮 不发一语非常低调 同天出席自己股东会的公司派 新先进星光三月董事长吴东升 一样很有默契 一句话都不愿意说 这场经营权之争 变成兄弟之间的大斗争 不只拥有星光三月掌控权的 四弟吴东升相当重要 外资也是关键之一 因为占了星光金近两成的股权 而最新外资机构Grace Lewis也发声 表示将会全面支持公司派的15位候选人 亲情加书也是 老三先写一篇 我会遵你当荣誉董事长 那老大说 那个我们本来就是一家人 那再来就是外资的报告 老三先出来 然后呢老大再请再做一个报告 双方台面下角力不间断 红世奇 吴东亮等改革派 称已经掌握欲五成股权 公司派也发出公开戏 强调握有三分之二股权 让外界物理看花 大概有50%的小股东 是这次的这个星光金 股东大会的一个决战关键 那因为这次 最主要的是改革派老三这边 他动用的所有的 这个所谓委托出的通路 所以现在就是说 改革派这边老三的委托出 收的会不会胜过老大的公司派 毕竟这场星光金改选 牵动未来经营 以及外界关注多年的 星光金台新金合并议题 最终鹿死谁手 恐怕还是得等到6月9号 才会见真章 东赛新闻 柯王明富一文台北报导 看漫步中段赶快来按赞 东赛财经24小时股市直播 来咯 快点扫QR Code加入 让我们来陪着你们看盘 最及时的盘中资讯 最权威的投资分析 满满一整天盘后交战